救護車趕到芒果園 看到婦人用力揮揮手 表情好著急 因為他七歲和五歲的小孫子 發生溺水 一對男童躺在地上 已經沒有呼吸輕跳 大人輪流CPR 救護人員趕緊把男童 送上救護車載到醫院 經過解救後 小兄弟還是宣告不治 原來他們跟媽媽跟阿嬤 到芒果園下田 結果發生溺水意外 在家裡 我們算是在那裡睡覺 睡到差不多有兩點 我們在那裡睡覺 我們那兩個孫子在那裡睡 就是那個中間 我們都不再回來 把水扇不敢說 他走到後面 意外地點在屏東縣加東鄉 當時阿嬤跟媽媽 下午兩點睡醒 到田裡繼續忙 小兄弟接著睡醒後 沒有像往常一樣去找大人 反倒是鑽進水深 1.5公尺的蓄水池丸 沒想到發生意外 我都在水底下四個冬 哎唷 都噴在那裡 我每天在那裡 阿嬤說阿嬤你幫我餵一碗 來端阿嬤餵 一個不注意小兄弟溺斃 阿嬤跟媽媽難過又自責 同樣是溺水案也發生在花蓮 覆底鄉永峰村 三名在台東就讀國小的兄妹黨 回老家掃墓 跟兩名鄰居小朋友 到附近水域細水 小四的弟弟不明原因落水 送醫宣告不治 哥哥試圖救人也被水槍傷 意外水域水深兩公尺 國小學童容易發生危險 小朋友活潑好動 在有蓄水池或是溪流附近玩耍 大人要多加留意 記者評論花蓮綜合報導